《八太陽報》9、三一次性假期通過 2015年7月10日港民A12 本報信 香港立法會作三讀通過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日假期草案 打工仔今年9月3日可享一次性特別公眾假期及法定假日 所有銀行、教育機構、公共機構辦事處及政府部門當日須遵守為假期 同時根據僱勇條例,所有僱員享有者額外假期 如符合條例規定的僱員更可享有假日薪酬 政府自然階段無計劃將9月3日定為孵假期 澳門立法會同日也通過今年9月3日列為強制性假日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